在广阔的宇宙之中,有趣的事情有很多 当中有很多,我们就算不用飞到那么远,也可以看得到 因为就算在我们的太阳系里,也有很多有趣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掘 例如,拥有比地球上所有的海洋加起来的水还要多的天体等等 如果爱手艺老爷爷早就知道这个天体的话 绝对就会以那里作为克苏鲁故事的舞台背景了 好奇心旺盛的各位,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想为大家讲述一下木星的伽利略卫星之一,欧罗巴的故事 那么,我们要准备开始了 那么,发现欧罗巴的事 没错,就是加利略·加利莱在1610年1月8日与爱欧、卡利斯托和盖尼米德一起发现的 那是人类首次发现其他行星的月球 欧罗巴有趣的地方是,它上面有有水凝固成的冰块 在70年代前期,探测器先锋者10号或11号执行任务时拍摄到的欧罗巴的这个特征 引起了当时研究人员的好奇心 这一发现与生物学领域的另一项突破性发现重叠 让人不禁想起欧罗巴上是否有生命的存在 无论如何,让我们逐一看一下这些发现吧 更详细地了解欧罗巴到底是怎样的星球 欧罗巴是木星的卫星,是四个加利略卫星中最小型的 它的半径为1500公里,表面积为3000万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和非洲大陆差不多的大小 在木星巨大的卫星体系之中,欧罗巴是距离木星第六远的卫星 加利略当时认为欧罗巴是接着爱欧的第二颗卫星 可是1898年阿尔玛塞的发现 以及先锋者和航海家执行任务时发现了其他三颗小的天体 欧罗巴围绕着太阳系最大的行星一周 虚实三日半,轨道呈现近乎完美的圆形 和其他的加利略卫星一样 欧罗巴经常以同一面面对着木星 运行在经过精密计算的圆形轨道上 永远地朝向木星方向的半球 这样听上去,欧罗巴似乎是一颗会严谨地遵守着规则的卫星 然而,就如我们经常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它的轨道其实距离完美的圆形还差了一点点 也不是完全地朝夕锁定 如果有人是在欧罗巴上观察的话 木星其实是有在晃动的 就是欧罗巴的这种奇特的癖好 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目 假如我们降落在欧罗巴之上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大片荒凉无比的风景 一望无际的灰色平原上 到处都是裂痕的模样 尖锐的石头和碎石满地都是 然后我们抬头一望 巨大橙红色的木星浮在天空上 仿佛在对我们说 你们快走吧 这里已经没有你们的事了 欧罗巴是太阳系之中最平坦的天铁 连山河陨石坑都没有 就算是最大的山丘 也不超过一百米高 然而当我们想要把躺在脚边的巨石 拿回家调查时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没想到这些巨石居然是由冰组成的 它们只是混合了宇宙的尘埃的 普通的水形成的冰 这也是欧罗巴的大气层 主要是氧气的原因 由木星而来的放射线 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 氢气虽然会气化 可是由于氧气比较重 会残留在大气之中 轨道稍微脱离原形 自转轴四周的震动等 这些对于木星小小的反抗 都为欧罗巴带来独一无二的个性 然而殊不知 这一切都隐藏在表面灰暗的景色之下 欧罗巴的独特性 在于它厚厚的冰层之下 隐藏着的巨大海洋 这才是欧罗巴最具特色的地方 无论木星是如何努力地 想要把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从欧罗巴上赶走 人类是顽固的生物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很有可能就会在欧罗巴上 建立起自动化基地 然而现在 我们先暂时忍耐着远端的研究 和各种数理模型吧 当中最著名的数理模型显示出 这些煞风景的冰壳的厚度 为大约10公里 这层壳依然十分年轻 可是非常顽固 甚至比花岗岩还要硬 这主要是因为 它们已经和宇宙尘埃混合在了一起 以及温度非常之低的缘故 冰壳的某一部分会有喷发物 也就是说 欧罗巴的表面上 存在着会喷水的冰火山 这个冰火山才是欧罗巴大部分表面都是光滑 而且平坦的一大工程 在冰壳之下存在着液态的海洋 欧罗巴唯一的一点点不听话的地方 就是它自行产生出的潮汐力 足以让欧罗巴保持着温暖 不让水结冰 水的流动可以制造出微弱的磁场 或者是其他能够放缓 减弱地球板块移动的东西 对于爱好潜水的人士而言 欧罗巴是天堂 因为海洋的深度至少有70公里 比地球的马里亚纳海沟还要升7倍 欧罗巴的表面有着强烈的辐射 达到了5.5西沃特 这个数字是地球上的辐射量的100万倍 比发生河暴的地区只少了一点点而已 可是顽固的冰层阻挡从木星而来的爱之光树 不让其到达海洋 因此深海探测艇的乘客需要担心的 只是四周强力的水压而已 根据最新的数理模型显示 欧罗巴的海洋并不是独立假设出来的物体 它会与冰壳进行活跃的物质交换 冰壳中蕴含了丰富的硫酸酶 也就是泄力盐、硫磺、铁等物质 因此水中的化学成分也是非常之丰富 然后没错 这些水是不能饮用的 因为很咸 很有可能比地球上的海洋更险 假如继续往下潜 到达底部的话 我们就会碰到沉淀了的尘埃形成的矿物层 它们被强力的水压压缩 把尘埃变成坚硬的岩石 再继续往深处前 恐怕就会碰到硬酸岩形成的河 也有可能不会碰到 相信这一切在不久的将来很快便会揭晓 就算是一般普通人也会猜想欧罗巴的海洋是黑暗的 即使没有了由脏水结冰而成灰暗色的厚冰层 那是一个只有微弱的太阳光 甚至是太阳光完全到达不了的地方 直至到1970年代 这一切的猜想大家都认为就是结论 因为我们一直相信所有的生命都需要太阳的能源 所以我们认为欧罗巴的水中并不存在着生命 即使有也只是低等的细菌而已 可是在1970年代末进行的科隆群岛研究时 发现了某样东西颠覆了研究人员的常识 他们在不见太阳光的海底发现了被称为黑烟囱的热水喷出口 黑烟囱喷出温度大约为200到300度左右的热水 为四周的海底宽广的空间带来热力 的确300度的液态水讲出来 似乎会让物理老师给我们一个不及格 可是这次是老师的不对了 在如此深的海底之下 水压远比想象中还要高 而水在高水压的情况下 废点也会跟随变高 黑烟囱的四周有着其独特的大气圈 虽然从来没有受到太阳光的照射 但是却形成了对于生命而言 巨型独有的居所 对于这些生命 只要黑烟囱继续为它们带来温暖 太阳什么的根本不需要 古代细菌和艳养性细菌 甚至根本不需要氧气 欧罗巴的海洋中 假如真的存在生命的话 那就是如此的生物了 海洋中的化学成分非常丰富 冰壳亦能保护生命 不受到木星散发出来的辐射的伤害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就结论而言 要在欧罗巴的海洋中 找到拥有智慧的人鱼般的生命 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能找到的 大概就是单纯的微生物 海绵 珊瑚等类似的生命了 但即使如此 这些仍然能够为数不尽的 科学问题的答案提供线索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就请为我们点个赞 这对于我们的频道而言 绝对是莫大的支持 我们之后会继续为大家 送上更多有趣的影片 接下来也请大家多多指教了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